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邪恶 最仇恨真理的撒旦政权 最害怕人类接受真理 最害怕神在人间掌权作亡 最害怕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出现 所以中共就疯狂追捕 绞杀基督 铺田盖地的镇压 抓捕 迫害谁选民 禁天国的路虽然艰险 我们也得跟随主走上去 有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怕什么呢 我们要全力配合政府 抵制同放闪电 牧师长老看我们现在全人声 就像疯了一样 到处搅扰弟兄姊妹 拦着我们的考察真道 他们跟你报警吧 把东风闪电的人抓起来 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 太黑暗 太邪恶了 人类都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 弃绝神 与神对立 神在大黄龙之地 开展祂的工作是相当难的 而神又借此难来做了他的一步工作 来显明神的智慧 显明神的奇妙作为 借此机会 神将这班人做成 阿们 启示录有过这样的话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起性命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初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 阿们 这些话就是指跟随全能神 被做成得胜者说的 是 天路再艰险 我们也得跟随基督走到底 阿们 阿们